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日益普及,有人发现,坐燃油车时并没有出现晕车情况,但是坐电车时却很容易晕车。 其实,这不是人们的心理作用,新能源电动车就是会提高晕车的概率。 如果涉及自动驾驶,那么与传统车辆相比,晕动症的发生率会增加17.24%。 至于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还得从人们为什么会晕车说起。 晕车在医学上使用的名词是运动症,表示人体暴露在刺激性的运动环境中出现的一系列不是反应, 如头晕、疲倦、冷汗、胃部不适、恶心呕吐、过度唤气等。 尽管大家对运动症的症状都有着较为清晰的理解,但对它的成因却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 其中最被广泛采纳的是感觉冲突假说,当感觉系统感知的运动信息相互矛盾, 视觉、动觉以及位置觉等实际传入的感觉信息和人体根据以往经验所预期的感觉信息之间产生矛盾都会导致运动症。 为什么坐电车比坐油车更易运车? 其实,电动车的加速减速更快。 百公里加速性能一直是衡量车辆是不是一辆好车的重要指标,因为纯电车引擎一起步就能输出最大扭矩衡量汽车动力输出的单位。 而传统内燃机需要依靠变速箱,逐级提升旋转力的输出。 电车在刹车的时候大多数有进行动能回收的系统,目的是省电节能。 但很大一部分车型动能回收系统都介入得很突兀,车内乘客会感觉到一股拖拽感,从而加重不适感。 这样的性能决定了电动车加速和刹车时都更快更突然,更接近一脚油门一脚刹车的驾驶技术给大脑制造的感官不匹配感也更强。 而且,电车引擎运行时的声响比起传统燃油引擎的轰鸣可轻巧太多了,带来的震动也更小。 因而,乘客对车辆核实要起步加速没有预判,也没有白噪音来分散注意力。 事实上,太安静导致晕车的问题也存在于一些车厢隔音特别好的车。 除了电车外,如今干扰感官让人眩晕的来源,还有各类虚拟现实娱乐设备。 例如,极少听见有谁骑自行车犯晕,但VR眼镜动感单车晕的人比比皆是,且暴露于虚拟环境中的时间越长,晕得越严重。 解决晕车最快速有效的方法是马上下车,但在日常出行时,这种做法可能会带来不变。 想有效改善晕车体验,可以试试以下几种方法。 有晕车时的人建议坐在视野更好的前排,不要坐朝向向后的座位。 平常可以加强前停功能锻炼,适当多坐车,或做一些旋转、翻滚等运动来调节,如荡鞦韆等。 荡鞦韆还有助锻炼人的空间感觉,提高空间感维度方向的把握能力。 赶到便门时先开窗通风,再遵守法规,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停车并下车走走,车内不要放刺鼻的香水、香包等物品。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晕车贴。 皮肤吸收药物需要一定时间,所以晕车贴通常应在上车前半小时使用。 将其贴于而后,肚脐部位可明显缓解头晕、恶心、冒冷汗的症状。 晕车贴的功效一般持续6小时左右,但有时乘车距离远,时间较长。 如果连续使用,应轮换位置,连续使用两贴后,第三贴最好间隔6小时以上。 若乘车经常头晕倒障,可以带一块新鲜的橘子皮,不舒服时,闻一闻。 需要提醒的是,这三种行为会加重晕车。 1.前一天熬夜 乘车前一天晚上熬夜的话,会导致人的器官比较疲劳,容易导致乘车时更容易出现晕车的表现。 2.车上玩手机 看手机时人是很专注的,这样一来会让视线范围缩小, 且我们的视线是集中在手机屏幕这个相对静止的物品上。 坐车的时候看手机会很大程度增强脑内运动信息冲突,会诱发加重晕车症状。 3.使劲吃东西 乘车时摄入大量食物,会让胃肠道加班加点工作消化食物, 车内晃动的环境容易让胃部不适,进而诱发晕车症状出现。 3.使劲